大家看看,她受傷了 第一天就已經弄爛了 我去板啊,接住啊 Hello,大家好,我是Claire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可能最近都要留在家 不能讓人出去,會比較悶 我也是,所以我最近 就打算玩Skateboard 因為我自己對Skateboard 覺得很帥,很崇拜 覺得很Chill 但是香港就比較少人 也不會玩,也沒什麼場地去練習 但也不要緊,我自己真的很想玩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來開箱Skateboard 在這條影片開始前 記得幫我Like這條影片,Subscribe我 還有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嗯,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好,那就看看我們這個Skateboard 那樣呢,她買的時候 就會送一個黑色的袋子給你 那她就可以讓你放進去 然後這樣拿出街 那就會比較方便 那樣呢,就看一下Skateboard 她本人 那樣呢,我就買的是 這一種標準的版 那樣呢,也有想過 買長版的,但好像長版的 那樣呢,因為花式那些東西 好像沒那麼豐富 那所以我就買回最普通標準的這一隻 那樣呢,後面她的Pattern 是這樣的 那樣,Skateboard的路 好像有分兩隻 那一隻呢,就是比較硬的 那就是玩一些 滑板的長途用的 那,第二隻呢,就是這一隻 那這一隻 那這一隻呢,它就比較軟 如果是去到路面 那裡,它有很多粒粒粒的位 那你玩的時候就會 同同同同同同的 那這個 pattern 它就會減低摩擦力 那這樣不會太震 那所以我自己都有加配 到這條 pattern 因為畢竟在香港 好難,就是每一次都去 專業的那些 即是很正式的那些 或正式的板牆上去玩 那這一隻 pattern 它是比較適合,如果你想代步 即是,平常走路 它都會用來代步 這個套路也會比較適合 這塊板整塊買完大概是1000元左右 板也有很迷惑的分別 也可以買貴一點 但我自己是一個初學者 所以未玩過 所以我不打算買那麼貴 就買一塊來玩一下 它也不是那些會疼它的東西 玩的時候也會不斷掉 不斷弄爛它 所以我擔心買太過肉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玩了 我去板了 接著 這個是一個荃灣公園的一個場 其實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場 如果說是skateboard的話 就好像又不是很適合 因為它的跑道設計得比較奇怪 是不是可以這樣形容呢 還有它這裡周圍有很多樹環繞 很多葉子會落在地上 就會搞到很激 而且有些果實會在地上 會塞在輪子裡面 然後啊 好不開心啊 好不開心啊 然後呢 這個滑板買了幾天 就已經被人弄爛了 唉 大家看看它受傷了 看不看得到啊 好生氣啊 買了三天而已 然後第一天就已經弄爛了 所以 買滑板真的不需要 唉 我覺得買滑板是不需要買太貴的 我覺得 就是 它是一個消耗品 現在呢 這個人 這個員 這個員 在幫我找那個 碎 這個 我好像 這個碎 好像聽說可以買些膠水 撕上去 會不會撞到幾下 它就散了 究竟是我玩還是他玩 是這麼長的 好 Skateboard 是一個我小小的 很想玩 但一直都沒有機會去試的 一個東西 現在有一個 這樣的機會 讓我去玩Skateboard 其實我很開心的 我沒有想過 玩Skateboard 原來是這麼熱的 我打算踩在上面 不用走路 應該很涼爽 誰知道 不是 是很熱 而且我的手 看到嗎 超髒 因為不停撕起Skateboard 其實早上有下雨 然後我地上是有少少水灘 但Skateboard是木 所以其實它不是很濕得水 所以我超怕 玩了一次 就沒有廢了 今天都 玩了是練怎樣走 和轉彎 那些 玩完之後很髒 很多東西 放在這些位置 我剛才嘗試用指甲搬走 然後我磨到連芝文都沒有買 因為這個是磨沙面 對 但用紙巾的話 它又會放進去 救命啊 怎麼處理的 還有今天下雨 然後它的底子 濕透了 要抹乾 否則木質的話 很容易會覆 很髒 哇 一定有麻麻 差點等到沒有水機了 幸好 那好吧 各位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我 幫我分享出去 以及Follow我的影片和Facebook 那我們再見 拜拜 by bwd6